一支房价现在政府也出手了 行政院在昨天拍板定案 将在领口推出一瓶18万元的平价住宅 而这个价码真的是杀很大 因为目前领口房价一瓶是已经上看30万元了 甚至喊出了未来要涨到一瓶40万元 那么行政院大道一挥 要把领口的房价砍到一瓶18万 能不能抑制高房价呢 中天新闻带你来了解 你去问一下中古物 15万以下多的是 18万一瓶还是太贵 行政院长吴敦一提出的领口评价住宅 在一人秦韦看来一点也不划算 而且还会压抑周边房地产发展 不过这种时候到底该不该买进房产呢 我们都是要逆向操作 大家说不能买的时候就是要买 如果把这一群压下来的话 我认为未来可能大家把房子就会锁定 我去买大陆上海嘛 我去买其他地方 秦韦投资房地产的经验在演艺圈是有名的资深 手上的房子全在热门地段 总共有9栋房子总价值上亿 如果说政府不太不太乐见 大家在房地产赚到钱 我想比较聪明的投资客 他可能就会选别的标的 可能选国外啊 我认为应该是对症下药 而不是只是打几只老鼠 给有选票的选民看 张纯纯投资房地产更有一套 手上的房子超过30间 总价值上看数十亿 不过政府展开抑制房价的动作 对于名人投资客来说是该脱手还是买进 都得好好衡量 这位新闻人家为你撒谈 听报道